等一下 好 马上就要开始 那个汪柔 来把这个桌子往后挪一点 凡周老师的头就会小一点 不不不不 不要很好 很好 OK 好嘞 你想看那个的 凡周老师现在看上去 真的像个孩童似的了 对对对 对对 对这个那个那个video 稍微有一点歪曲 桂美老师能不能分享一张那个 哦我们这里有那个 有 有 有分 对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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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OK cannot OK alright 好 好 那这样吧 我现在要把这个 看不到你的脸 对您看不到我的脸的 因为因为这个脸呢 就是他主要的就是 比如说那个品杰老师他说话的时候呢 他就会专注在他的那个影像上面 他呃 他呃他也没有看到 也没有看到他 他待会说话呢 他有声音的时候 然后就会显示他的应该是这样 我想应该是这样 对 嗯哼 我最最最吸引我的就是他是一个道家的修炼人 而且呢是在楼关台那个山上哈就是住了28年 可是呢 这些年啊他呢又重新入世啊来从事这个文化的传播 嗯我见到他的时候呢我首先感觉到是他真的就像一个老的孩童似的啊 那个笑啊就是一种非常非常的天真的就是那种感染人的一个孩童似的笑 因为我自己也修炼所以他特别的感染我 嗯然后呢还有他的画就是非常的有意思哈 他很抽象的 但是呢你可以很明显的感觉到他与这个整个宇宙的能量还有大自然的这个链接 这个呢就是让我呢就是非常的就是印象很深刻 然后正好呢就是我们山庄啊 今年应该是我们的第三次展出 而且我们展出呢也正好就是这个现代水墨 哎呀我就说这是真是太有意思了啊 而且呢我们还有一个就是水墨就是现代水墨的专家 那个策划人那个品杰呢他呢就是来美的时候呢他长期呢就住在我们山庄 所以呢我觉得所有的一切哈他不是一个简单的巧合 他真的就是天衣无分的就是这么安排好的 所以今天非常勇气我非常非常的高兴 然后呢正好呢那个品杰呢也那个就是 嗯这个时间呢也能够和我们一起啊跟那个冯先生一起对话 所以今天呢真的是就是机缘巧合 谢谢那我想现在呢是不是那个冯老师啊 您介绍一下就是最近我知道你们又在满一个新的一个一个音画中心 我就想呢您是不是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 然后呢品杰呢开始和您那个交谈 好的好的 是这样啊那个之前我在中南山有一个繁州中国画馆 这个中国画馆呢它就是在做文化的传播 而且呢我在山上这个画馆的规模还比较大 做了一些全国性的当代艺术的一些美术活动 啊这个包括这个会议啊亚集啊啊做了好多次 啊那么现在呢我在先是啊又重新做一个啊 这个啊比在山上规模更大一点的一个文化院 这个文化院呢我们命名创美文化院 创美文化院呢它下面包括了四个板块 啊是文化院啊是其一啊还有一个中国化学 中国化学会啊这个可以 那么另外就是我们中国文化部有一个中国艺术节基金会 啊他们在西安设立了这个艺术中心 任命我做这个西安艺术中心的主任 呃我们这个板块呢就是配合文化部中国艺术节基金会 的这个一些活动我们自己也可以自发的组织一些和国际上的交流活动 那么第四个板块呢就是繁州音画空间 繁州音画空间呢它主要就是介绍我的这个艺术啊 呃包括这个 古琴音乐啊 那么这个文化院呢目前就是正在这个 家景的筹备中啊 很快就可以对外开放 我们可以常年的做一些呃美术展览的活动 做一些音乐会 做一些讲座啊 啊召开一些呃会议 包括那个将来条件成熟的时候 我们可以啊 啊聘请这个国外的这个专家 学者艺术家啊来做来这里做一些国际性的会议 呃他这个位置也非常好 呃是在一个西安的一个园区叫国际企业总部 这个园区呃在这个总部的这个 这个这个园区里啊 有一些呃跨国的一些公司总部啊 呃环境也非常好 那么这个这个文化院呢 就是将来呃就是我们可以展开一些呃 弘扬文化的一些工作 啊那么将来呢就是我们和东莱山庄啊 啊也可以做一些呃长期的持续的一些文化的交流活动 啊大概就是这样的啊 啊先做一个简短的介绍啊 啊黄老师好 你看看才有 对对对对太好了对这个当然了我当然做一个修炼的人的话当然是有私心的啊我的私心的话还有品节也一样啊因为品节他现在等于也就是住在这里嘛然后其实我们也都是品节的话他也修炼啊 而且他对佛家呀道家这些就其实他也也也也了解很多啊 嗯那我们是也是有一定的私心的啊就是以后呢我们就希望很好呢能够经常来我们这里然后来了之后呢在我们这里呢就是住的久一些我们就可以跟着他拜师跟着他修炼啊嗯那个品节啊我现在就 就交给您了吧然后呢您呢跟那个冯老师来展开你们的那个呃那个讨论 因为我确确实的话对绘画呀什么的还真的是个外行哈哈 您需要打开你的那个身影我们听不见您的身影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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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 现在可以了吧可以了哦好好好 好好好 这个 这个 哎呃 班老师好 班老师好 哎呀 呃 呃 这次啊这个我觉得是真的很有缘分 因为这个前几天应新他给我介绍了你你可能明年也到我们山撞来 而他说现在我们这是先进行是对话 我觉得这个事情正可以 因为我们在那里已经搞了三年多了 都是在搞这个现杠代水墨 而且呢这个水墨的 跟我们整个庄园的这个组织 都是紧密相结合的 一个都是对中国文化 如何让中国水墨 在世界上能够发扬光大 然后呢另外一个呢 就是和修行 和我们自己每个人修行相结合 那么这个我听 音信介绍了你以后 然后我也看了一些资料 我觉得特别是范老师 能够在中南山那个地方 修行28年 我一听我吃了一听 因为我也认识很多人 包括中国大陆很多这个修行的人 但是好像还没找到一个 跟你能够对待上好的 就是像你这样能够真的 就作为一个像一个影视一样 在那个地方修行那么长时间 然后呢最主要的呢 你的一个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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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 整个的一个这个系列 就是我看评论上面说 你是秦权塑化 这是能结于一生的人很少见 而且呢你不是一般的 而且是非常有深度的 那么多年你有自己的性格 而且你谈出了很多你的理论高见 我觉得这个非常有意思 因为我们现在做这些水墨 因为你说要做水墨 大家都做到能呈现上万 但是关键是你要做到哪一个层次 你做到你自己能不能多创出一种 你自己本身特有的艺术语言来 这是非常难的 然后呢我看了一些范老师的介绍 范老师的这个艺术成绩啊 已经在国内外专家群里面得到公认了 所以呢我觉得跟我们洞来山庄 我们跟范老师接约是非常有意义的 而且呢我们之间以后的沟通啊 会把我们彼此的艺术跟修行这方面的理念 再互相交流再进一步发大 那么今天呢就是我考虑了一下以后 我觉得我们跟范老师今天在这个 在艺术语言这个系列会议中 我们重点还是讲修行 就是所以我给他定了一个基地 就是修行以水墨创作 然后呢以后有机会呢 我们在专门讲 在艺术圈里面专门讲范老师的水墨成就 那么因为今天 我想呢就是 主要就是因为范老师 对我们这个群里面 以前也没介绍过 我想我们是不是可以从头开始 让大家仔细了解一下 这个范老师从一开始一直到现在 你所经过的这些东西 然后呢我想我就是我提一些问题 让范老师能够自己来 强细叙述一下 这是包括你的经验 那么我现在呢 这个我现在想分两个时期 一个时期就是你去中南山修行之前 因为这一切很重要 就是你的这一些文化结益 你的一些包括你自己的意识创作状态 就是在这些东西成岭以前 是你哪个才会驱动你去中南山 然后到最终你在中南山乍根下来 真正做到了一个修行跟这个山水 跟那个地狱的整个一个风土 跟这个山的神性跟灵性相结合 所以呢我先是想想 你去以前你是一个什么状态 或者你正在进行修行也好 进行艺术也好 那个时候是一个什么状态 然后呢再讲你修行中间 跟修行以后是出现了一些成果 这样我想对我们观众 对我们这搞艺术的人会有助帮助 好的好的 那个正好这个平洁老师的这个提问 让我有机会来讲讲我自己 一般情况我不讲自己 讲这个整个中国文化 讲这个世界文化 那么我这个人特殊 因为从四岁就开始接触书法 学习书法 所以在这个上小学之前呢 我就开始学习繁体字 因为当时的中国 五十年代的中国 那时候实行简化字 可是我先学的繁体字 上学之后才学简化字 那么很小的时候啊 就有一个发心 这个我说的很小是指的是13岁的时候 我竟然有一个发心 说是今生呢 要为中国绘画的发展 做出一点成绩 既然这个成了我毕生的一个事业 那么从四岁开始学习书法 八岁开始学习绘画 因为那个时候已经开始 拜师绘画 我有机缘 遇到了一个中国画家 他是一个有传承的功力深厚的一个画家 开始学习中国的青绿山水 那么很有幸 因为在这个学习的过程中啊 我有机缘 遇到了四位老师 第一位老师 李锡言 然后是石鹿先生 康诗瑶先生 叶仿乔先生 其中两位 石鹿先生和康诗瑶先生 都是1962年 长安画派的两位代表人物 因为长安画派在1962年成立的时候 他也不叫成立 因为当时是评论界啊 把他们的一个展览 用了长安画派这个名称 所以才有了一个长安画派的概念 一共只有六个人 其中两位啊 都是我都有幸成为他们的学生 所以在中国绘画的传承方面 我是从小就开始了 而且是真正的中国绘画的传统的传承 所以说是在中国绘画的基础这方面 我们还是比较比较恢复的 那么很有幸在二历之年呢 我就成为了我们国家的体制内的画家 就是中国画院的画家 之前呢 我做的是美术工作啊 比如说美术设计啊 这个报纸的美术编辑啊 杂志的美术编辑等等啊 那么在二历之年 我就成为了一个我们国家的 中国国家的一个专业的画家 那么成为画家之后呢 我的时间条件啊都非常的优越 这时候呢就开始从中国绘画 这个体系的这个视野啊 开始扩展到国际 因为在八十年代初的时候啊 这个国家啊 经历了文化大革命之后呢 他的信息打开了啊 我们国外的东西了解的更多了 那么在文革的时期呢 我有一个机缘 就是有一位老先生 他们家里藏了很多的国外画册 我在文革的时候已经开始翻阅 学习国外的一些画册 了解国外的艺术家的生活状态 那么八十年代初的时候 这个眼界打开以后 我就开始关注国外的艺术家 当然那个 印象派的这些啊 著名的画家当然是都是在研究的 这个范围 包括德库宁啊 我来去美国的德库宁 波罗克堂 我都在开始研究 那么这个 从对绘画的了解 我们就从来从 中国绘画的一个小小的范围 扩大到世界的范围啊 世界绘画的各个流派 我们都在关注都在研究 甚至都在模仿啊 就是 然后这个到了1992年 我有一个机缘 就是 当时中国大陆还有一个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我作为一个搞文化艺术的这个工作人员 我们被抽调出来啊 在西安市一共抽出来18个人 画家我一个人 还有音乐家作曲 编剧啊 等等 各种身份 各种身份 画家就我一个人 我们被 就是抽调出来 参加到社会主义的这个社会主义的这个教育 这个这个活动 这个运动中 那么 可是它是一个得天独厚的画山水的地方 因为在中国绘画的这个历史上 宋代的犯官就是在这个地方写生创作 最后成为了一代大师 那么我在这个中南山 这个社教才知道了画好山水画 一定是要长期的住在山里 走马官花的写生是不能解决问题的 不能真正的深入了解这个山水 所以从1992年的社教这么一个机缘 我就开始把中南山秦岭作为我的基地 当然那个时候仅仅是艺术创作的基地 后来就是在山里时间久了以后 我就发现这个仅仅在艺术这个领域是不行的 一定要提升生命的质量 提高我们的这个意识境界 才可能画好画 那么在这个中南山最大的收获 就是我接触了很多的高人 这个高人我们也可以换一个词叫智者 他们对生命透彻的了解 他们有一个健康的这种身体 所以在这个阶段呢 我就把这个基地的概念变成了一个 就是我要建一个规模比较大的房子 用来修炼自己 那么就是说不仅仅是那个斩断的 临时的在山里住 那么这个成功 这个发现也很成功 两年之后就我就有机缘 在山里建了一个1800平方米的大房子 而且这个房子呢 就命名繁州中国画馆 从此我们有一个平台 用这个平台除了我个人成长之外呢 我们也可以对外的开始做一些交流 那么这个平台在搭建之初呢 就是我们是做了两个展厅 这个展厅呢 可以长期展示我的作品 也可以做其他的艺术家的这个展览 曾经也做过 齐白石的一个收藏的展览 因为有一位这个藏家 他收藏了很多的旗派师 我还做过那个陕西美术出版社的这个藏品展览 当然这一部分呢 不是我的主要的 主要的就是我在山里 有了一个很好的创作条件 我们开始深入的研究绘画 不仅仅限于中国绘画 那么因为在上山之前 1992年上山之前 我已经是我们国家的这个体制内的画家 好多年了 那个时候我们的眼界已经是打开的 那么在山里一个最大的好处 就是我们真正的有条件可以静下来 修炼身心的同时 修炼秦权术画 因为秦权术画 我说的权是指的太极权 因为它是中国武术领域里的一个 最能够体现中国文化高深的 这个意识的一个权种 所以太极权 古琴 书法和绘画 这四个载体就成了我一个 修行的一个重要的载体 当然在这个意识层面的修行 我们也接触到了很多的 在佛学 还有道家 各个方面 各个宗教里面的一些有成就者 那么最重要的 就是因为修行 我们在画上 最终才达到了一种成就 就是在2009年的时候 我发现了一个 一个新的领域 绘画的一个新的领域 这个领域呢 之前 就是至少是在我的眼界范围 我们中国 所有的画家 我们把范围再缩小 1300年来 中国山水画 从有了山水画的这个概念之后 1300年来 所有的画家 没有发现的一个领域 所以当时呢 欣喜之余呢 我就 总结了八个字 这八个字 就是我这个绘画体系的一个理念 叫 物我相望 因缘生发 就是我们超越了自我 超越了表现对象的外在形貌 这就是我 所说的 物我相望 这种境界呢 就是我们 就可以 和大自然的 源头能量 接通 所有的 现在我说的这些 都是因为修行达到的 如果紧紧画画 绝对不可以 因为 全世界的绘画 标榜的 从上的 都是个人的表达 就个人的 境界 知识 学养 情感 包括身体状态的表达 但是我提出来的这个理念呢 它是超越了这些的 所以我说 欣喜 欣喜之余 就是因为我们 发现了一个新的领域 这个领域 如果现在来描述一下 就是画画的时候 自我消失 头脑超越了 就是有一种能量 就是大自然的能量 进入了创作的过程 那么画家在做什么呢 比如说我在做什么 我只是在做一个度的把握 画面是否平衡了 这个 就是从技术层面 或者是绘画专业的层面 我们做一个 度的把握 但是真正创作的这个能量 绝对不是 知识 学养 积累经验 这个范畴的 完全超越了这个范畴 所以这个系统 这个系统的理念 提出来之后呢 我就 用了很 很长的时间 埋 埋 头 专心 开始创作 一大批的作品 有一批代表作都是在 这段时间完成的 那么 几年之后 文化部发现了我 然后就开始在欧洲 做我的推荐 当时呢 我们文化部 除了在欧洲推荐我 2014年还在中国美术馆 给我做了一个展览 当时的中国文化报 甚至还用八个版做了号外 那个驻中国的一些大使 也开始要求我去做展览 其中 匈牙利的那个大使 他说是他们国家有一个 比加索还要成名早的一个老画家 他比我大 40岁 是他们一个国宝级的画家 希望能做一个 我和这个萨雷的 就匈牙利的一个 画家萨雷的展览 然后我通了之后 他们还做了一个 我和萨雷的展览 那么现在我说的就是 要说的是 如果没有在中南山 我们这个意识的这种修行 身体的修行 是不可能在绘画上 取得这样的成就的 这个成就现在是 刚才权杰老师也说了 就是我们中国的一些 非常资深的 著名的一些批评家 他们见到我的话 都写了批评文章 包括在欧洲法兰西学院的院士 也在看到我的作品 也很感动 他也写了文章 还有在德国那个 德国博物馆协会的主席 他做了我的策展人 也做过 也写过文章 对我的话都有了很好的评述 那么评述的基本内容 就是说我发现了一个新的领域 基本上还是 还是讲的是很准确的 但是这个领域到底是什么样的 截止目前还没有一个人 能够把它讲述清楚 除了我 因为这个超越头脑的这种状态 真的是很难理解的 就像现在我讲说是 超越了个人的知识 学样 情怀 然后呢 借助大自然的能量 在创作 这个绝对是不可思议的 而且这种状态呢 用语言也不是十分好表述的 能量到底什么样 不修行的人可能很默认 那么修行有一定的体验的人 可能还能理解 所以现在呢 我要做的就是最早的时候 小时候我们的一个发心 把我们这个在绘画上 所取得的这一点点成绩 因为我们小时候发现 就是为中国绘画的发展 做出一定的成绩 那么现在应该说是 有了一点点成绩 或者说是中国绘画 超越了传统之后 在当代的一点点呈现 就把这一点点成绩 让世界了解 让世界了解 中国绘画不仅仅是传统的 那一部分 我们当代发现了新的领域 不能说超越至少是新的领域 发现了新的领域 那么在这个领 在这个我发现的这个系统里 我是清醒的 因为我没有像很多的 国内的艺术家 他们借鉴了西方的艺术以后 他们丢弃了中国的一些 绘画的基本的高度 比如说笔墨方面的修为 线条的那种书写性 我举一个例子吧 就是在上海 有一个当代艺术的 一个当代艺术家 他叫求的树 他呢 我们那个曾经在武汉 做过一个展览 五个人 就是文脉创画 这样一个展览 我们俩在讨论中 他说是我终于舍弃了笔墨 才出现了我现在的面络 后来我不同意 我说是你这样做很好 作为你来说 很好 但是我想做一个 走一个 不舍弃中国的笔墨 还要体现当代性 我们俩都笑了 那个后来我这个路子 走出来了 就是我们 当然有一些 比较深刻的一些体验和思考 比如说我看那个 每年的巴塞尔的时候 发现很多国外的艺术家 也都在用线条作画 但是因为材质的原因 因为对中国书法的理解的深度 还有不足之处 所以我就发现 用线条作画的画家 怎么样都比不上 中国的线条的那种深度和高度 那种人文的表达的那种丰厚 比如说波罗克 波罗克他是灰洒 所以他这种低洒灰洒 造成的线条 他缺少了人文的内法 就是一个艺术家的精神境界 没有注入到这个线条里 还有很多 就世界上有很多的画家 都在用线条作画 所以说我选择了用一根线 就可以表现天下万物 那么现在我的作品 公之于众的 只是山水的这一部分 其实这根线条 可以画天下万物 将来我们在向世界 走向世界开始 更多的在世界做展览的时候 你就会把这些作品拿出来 现在我要说 就是说是 能够在今生完成最初的这个发心 就是下来我们要做的事 关于修行呢 它非常重要 没有修行 我们的意识 不能提升到一个和源头 接近的这种状态 当然和源头合一呢 也是有的 只是说不可能 时时刻刻都是如此 因为我们还活在人间 还要在人间做事 所以现在我的 提出了一个新的理念 就是我们 在人间做事的时候 要降为做事 就把那个修行达到的高度 和源头合一的这个高度 要降下来 我们回到 不是回到 是停留在 暂时的 到了一个意识的 较低的维度 才能和大众交流 才能和大众 沟通 要不然那个 完全的 和源头合一的话 那只是我们 自己生命的事 就是个体生命的事 和别的生命 和人类的 其他的生命 对接的时候 一定要有一个 共同的振动的频率 才能够沟通 我们讲的天花乐阵 别人不懂 你起不到弘扬的作用 也起不到 传播 还有这个 教化 这些功能 所以现在 这个也是 近年我才发现 就是如果我们 只是在讲一些 别人不懂的东西 等于白说 所以现在呢 我就想 不管是在 关于修行的讲座方面 还是修行的方法方面 我们一定要 来取 别人能够 对应的 这种方式 来真正的能够 帮助到别人 在艺术传播方面呢 我们也不仅仅是拿 一根线的 抽象的东西 我们还要拿一些 能够表现 人们能够 探懂的 有形象的东西 来和民众 进行这种沟通 在这种沟通中呢 我们的中国绘画的 当代的呈现呢 就可以逐渐的 被人们了解 也可以逐渐的 被后来的 学习艺术的人 包括修行的人 都可以得到一些 启示吧 大概就是这样 凭杰老师 我说的有点多了 但是谢谢您的提问 这个是的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范老师 他天生的面 比较广 而且他研究的 那么深 我们一定要让他 从自己的源头 说起 我们才可以理解他 才可以理解他的艺术 我觉得范老师 今天把他的这个背景 他这个这样一个到来 就是我们知道 他取得成就的一个必然性 因为他有这样 从小就一个发愿 然后一直慢慢慢慢 做到现在 刚才呢 这个范老师提到 他这个中南山 这个我觉得 最重要的 对我们专业人来说 那个就是范宽带的地方 这是不得了的 这是一个神山 你知道吧 这个范宽大家知道 他在中国绘画史上 都是大神节的顶级的人物 他在那个地方 画出了一个 至今是全世界 还没有能够达到的 这样一幅山水画 叫七山行垒图 这幅画的原型 就在中南山 这是我听说 而且我的朋友说 他们在那里去看过 有一个石壁 就是范宽画的 画的一个原型 对吧 那么这个 这个我猜一句 因为这个了解和调查 因为我住在中南山 恰恰我住着 住山的地方 就是翻宽 当年创造的地方 所以我发现了 他那个原型之后 我特别高兴 我就讲给了很多的 美术学院的教授 我们听 因为有一个 当时有一个 有一个会议 正好我把这个事情 讲出来 然后我们的彭德老师 他有两个研究生 在研究中南山的绘画 我就 那个彭老师 就请他们来 来找我 然后我就带着他们去看 走了很多路 让他们看 然后他们的毕业论文 就用大量的笔墨 写到了 这一段 这一段 我们的那个 验证过的那种历史 所以这个 钟南山和翻宽 这个关系 我们是实际的 实际的体验 考察 验证 是最有发言权的 后来好多的 这个跟翻宽有关系的 论坛 讲座都会 让我去 让我去讲一讲 谢谢平洁老师 打断 这个讨论 我觉得非常有意思 因为 翻宽 这个 西山行为 能够这样考据出来 这本身就是一件大事情 对吧 那么另外 就佐证了 这个钟南山 他的灵气 他的神性 对我们来说 他具有种神性 所以这个 我现在 当然我没看到 这个翻老师的原著 我都在网上看了一些 就是我的一个责观 就是 因为我 也认识很多 画山水画家 没有很多去写生的 就是一般 走马观画 去写生的画家 画出来的山 它是画得很漂亮 画出外貌 但是呢 像翻老师这样的山水 如果你不在山上 带下去 它是画出来 上的一个韵律 上的节奏了 而且事实上 他的这个山水画 也是很抽象了 是很精神性的东西了 它不是画一个漂亮的 又风景画 所以呢 所以 像这个 看翻老师的话 你不能按照一般的 这个图片色的山水 去理解的 所以刚才这个 翻老师说 他那么多年 他才能够误导 能够误导 这个 这跟我们 责怪的 专业的去看 是完全对得起来的 这个一定是 能够渗入到 它的一个山脉里面 渗入到山的一个灵魂里面 你才能跟它 有种 脉搏 能够 相通的感觉 所以呢 它这种震动 山的这个 自然 大自然 这个灵魂的震动 才能在你的画中 体现出来 那么这个呢 特别是 翻老师的话呢 今天如果有机会呢 能够展示 给我们在座 大家看看也好 因为我们这个 都在拼空谈了 这个 那么这个就是 我觉得 这是 翻老师在 绘画上面的 这个成绩 而且他现在 还在进行下去 对吧 那么 这里面呢 我觉得有一个 最重要的 我觉得 因为呢 有这样的 新的人也不少 大家都想去做 但是能够做到的人 非常非常少 那么另外一个呢 还有一个 就是你的高度 比如说 修行的人 我也碰到 也有 当然不多 那么 但是呢 一般来说 都流于 画面 而谈 但是呢 就是像 方老师说的 你拿不出东西 来跟你的 画面 相对照 那么 这就等于是 在讲故事 是吧 那方老师这种 身体类型的事情呢 而且能自化 跟人的 这种完全统约起来 这确实不多见 那么我今天 我还想问这些事情呢 就是 因为这个方老师 除了绘画 他还有古琴啊 还有拳 还有书法 这几个都非常了得 那么所以呢 我想 你如何把这些东西 都轮回贯通在 你的这个修行 或者修行 去把它统约起来 还是你 就是 就是你把这种气脉 在你的这个 整个这四方面 全部统约起来 凝成他这个能量 互通 是吧 而且拥有自己的面貌 而且我还听说 你自己做鸟 做狗琴 这都对我们来说 都非常有意义的 而且对 会话以外的人 或者会话以外的人 都非常有意义 我想你 谈谈 就是你 一个你如何把这些东西 融为一体 一个你是 你是如何 慢慢起悟到 这样一种高度的 我想这个 这也是一个 我们做搞修行的 一个非常重要的 因为呢 光修行 你没有一个对照物 你很难表述出来 但方老师他做到了 所以我想 大家都希望能够 请方老师谈谈 好的好的 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刚才不是我提到了 就是在2009年的时候 我发现了一个领域 那么这个领域 我们现在还从画朔起 绘画朔起 因为这个领域是一个 什么样的 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呢 我简单的描述一下 因为所有的 我们见到的山水画家 他们有一个观念 就是统一的一个 一个观念 就是表现山水的外在形貌 因为每个人的方法不同 每个人的理解不同 他把形貌 真实的原型 做了一些感动 才出现了他的个人风格 那么我这个领域呢 是不再画山水的外在形貌 那么画什么呢 画的是山水的内在律动 还有山水的内在结构 这个完全两回事 这个从理念上 就是一个完全新的东西 山水的外在形貌 不是我们表现的东西 但是我们画能量 画结构的时候 它这个外在形貌就呈现出来 就显化出来 这绝对是个新领域 这个很重要 刚才讲的这个很重要 这就是 也就是我的绘画的一个 完全特殊的 独一无二的 一个成绩吧 那么下来再说 我发现这个领域的 一些其他方面的原因 比如说我们在中南山 练太极拳 那么太极拳 对我先要说一下 我今年是71岁 那么71岁 我的太极拳练了50年 所以在长期的 练习太极拳的过程中呢 我发现这个太极拳的 核心内容 它是单攻 就是中国 内单攻 大家都知道这个 单攻呢 它是中国文化 这个领域 一个比较高深的一个 就是发现了这个之后呢 我才知道了太极拳 是练什么了 就是太极拳 练到真正的核心内容 它不是那些动作 跟动作没有这个关系 它就是你的意识 和这个原神 元气 或者我们用现在的词汇 就是宇宙源头的能量 合一之后 你的意识 可以让这个 宇宙源头的能量 来随着你的意识流动 这是太极拳的核心内容 那么太极拳 练到这个核心内容之后呢 你的身体就形成了一个场 这个场 你可以让它是一个圆球 这个圆球也可以缩小 也可以扩大 这个圆球滚动起来 就可以左右为力 就外来的力量 你这个 它接触你这个圆球的 任何的表面 你一滚动 它这个力量 到不了你的核心 到不了你身体的中心 这是太极拳 现在我们讲到了太极拳 再来说古琴 那么古琴呢 如果是超越了那些技巧 所谓的执法 所谓的旋律 进入到一个和宇宙的源头能量 合一的时候 就可以进入那种 自由自在的出神入化 因为大自然的那个节律 它是平衡的 它是一个动态平衡 你的就是我们个人的意识 如果和宇宙源头 那个平衡的意识 合一的时候 它没有不美的 没有不合适的 这个动态平衡呢 是古琴的操弄 太极拳绘画 它统一的 它的核心内容 是完全是一个东西 所以在有一年 2009年的时候 我在弹琴的时候 我突然看到这个声音是一根线 然后正喊到旁边 点了一柱香 那个香的香烟出来以后 也是线条 然后它从一个主线出来以后 分散成了各种各样的线条 其实浓淡各种各样的线条 一下子开悟了 所以才在2009年时 我发现了曲线交织这种画法 就用一根线 浓浓淡淡 虚虚实实 自由演化 再加上内在结构 它就可以画山里画 当然我说的是 这个内在结构 指的是山水的内在结构 如果我们用人体的内在结构 它画出来是人体 其他动物都是一样的 这个将来我们会在 有机缘去讲座的时候 我会把这个延伸看来 这个可以讲很多很多 那么现在 平洁老师提出这个问题呢 就是我做一个总结 就是在四个领域 好 书法刚才没有专门讲 书法也是一样的 书法进入那种 超越了字面的那种 勾条墨涕 超越了那些传统的 书写的那些规矩 写字的规矩的时候 进入一个完全的情绪 和意识表达的时候 它也是一种动态平衡 它完全可以自由地抒发 就在书法方面 我有一个不成熟的 或者是我一个特殊的 一个经验之后的一个总结吧 就是书法不是毛病字 规规矩规矩的写毛病字 那个是什么人都可以做到的 但是进入真正的书法创造论 它就是表情达意 这个书写的过程没有表情达意 它不能叫书法 所以这个 再补充一下书法 就说书法 绘画 古琴和太极拳 它的核心内容是完全一样的 就是单工 所以将来这个 我们如果有既然到东莱山庄 去讲学的时候 我们可以讲讲单工 可以传授单工 让单工成为每个人的身体健康的一个 基本的一个日常操作的内容 因为我自己本人有收获 因为我曾经头发全白了 现在呢就是 那个 那个 汪老师也给大家介绍过 就是 头发转黑 然后这个牙碰了以后又长新牙 71岁的人 这种情况 在古来 古代都认为是比较稀有的 所以这个我自己 本身的体验出来 另外我也不生病 我就从来不生病 什么疫情啊 什么对我没关系的 疫情期间 我就不戴口罩到医院去 医院全是病人 我也不 也不生 也不得那个新冠 他们养了一次又养一次 我从来不养 所以这个就是我本人的这个经验 和我的体验呢 就是我就认为这个单工 是中国传统文化 尤其是修炼文化里的 非常重要的一个内容 它是一个珠宝 是一个贵宝 所以将来呢 有机会呢 我就会到处去传授一下单工 就怎么样让自己的这个头脑停止 开始进入和大自然的这种能量 融会贯通 让大自然的这种 这种永恒的动态平衡来修复 修复自己的一些不平衡 因为头脑产生的各种各样的意识 各种 各种污染的意识 这个话要 这个意识 关于意识要引人开 要差很多很多的 就是我们现在 简短的表述一下 就是八个意识的最高艺术 就是源头意识 它是无染的状态 是清净的无染的状态 在这种状态 它是健康 才会保持一种健康 我们意识的健康 身体的健康 如果降维之后呢 七个意识以下的 它都会产生身体 包括意识的各种不和谐 就是非健康状态 这个将来作为专题来讲吧 今天就先做一个大概的一个了解 所以凭借老师的问题 我现在可以做一个总结 就是因为四个载体 从表面上看 它是四个不同的载体 但是它们都可以承载 中国文化乃至于世界文化 最高明的东西 那么这个最高明的东西 就是如何让我们的生命 我们每个人的个体生命 和大自然的源头能量融通 所以这四个载体没有区别 就是只是在想成它有区别 它到了核心内容 它是一样的 谢谢平敌老师 这个我觉得非常有意思 这个呢就是范老师 真的把他这个修炼 他的这个艺术 跟我们所说的这种练功啊 完全结合起来了 我也听了 我也觉得很有启发 因为刚才这个范老师讲到它这个线 这个事实上我在美国也很多年 我也知道 跟美国艺术家 或者美国评论家交流 他们也认为 其实中国这个线 表现的东西 远远超过西方的这个比 就是说西方一般油画比了 它是面 西方的油画比方的 它一出手它就是面 它不可能脱很长的线的 它是一块一块的 跟西方的整体的这个艺术 都跟一个巴掌有关系 中国呢 这个毛笔就是线 但是这个毛笔的它的神奇之处啊 就是它的线的一种内动啊 跟你的身体啊 跟你的身体状况是相结合的 你身体虚 你身体如果弱 或者你心情不好 这个线上都反映出来了 你身体里面气足 或者你的这个 有很多内含在里面 这个线也能反映出来 所以呢 这个中国的这个毛笔 这个线的神奇之处啊 这个就是你一定要有 深入了解的人 或者有点这个体悟的人 它才会多懂 那么刚才这个 范囊斯谈到这个构青 其实构青也是线 这个中国文化 这其实都是一脉相承 后来你谈到这个太极拳 太极拳的这种流动感 它也是一种现状 那么这些东西呢 我觉得跟大质量的这种 内动是一脉相承的 而且它就最能体现 这个大质量的这种 内动或者节奏 对吧 那么这个事情呢 以后这个范老师 如果到东来山上来 我们可以把它细化 这个东西非常有意思 然后呢 最神奇的就是范老师 现在头发变黑了 牙齿长出来了 这个 这个就是一个非常好的矩阵 这个是非常好的 这个就是说 人本身如果你修炼好了 他身体自然会 会或者说是 半清了 就是 就是 他开始 就是范老环虫的意思 然后呢 他可以抵挡很多外来的 这个 细菌侵入 就像范老师 他没有新冠 他到新冠的人群里面 他也能抵挡 这都是我们需要参考的 或者我们在实践中间 互相交流 大家对所有我们修行的人 都会有帮助的事情 那么这个 范老师刚才讲的这些呢 对我们大家都非常有启示 但是我现在还想问一些问题呢 可能跟范老师目前情况 有点不一样 但是我觉得 大家也不惜面对的 就是我们现在已经进入 人工智能时代了 很多的东西 包括我们的知识 我们的知识也好 我们的这个生活 未来会发生巨大的改变 那么范老师 你有没有想过 比如说你如何去拥抱 我们这个AI时代 或者你的艺术 你的修行 你觉得以后 跟这些新科技 对在我们的生活中 能够不能够的融洽 或者会不会影响到 你的这个将来的一个 这个这个心愿 所以我觉得你可以 最后跟我们大家 也一起分享一下 对 那个其实我是挺前卫的 就是在那个19 在90年代 1997年的时候 那个中国 刚刚推广这个Windows系统 那个时候还叫Windows 95 我就买了计算机 我就开始学习 美国的一个绘画的软件 当然Fortoshop这些 它是一个 它是一个处理图像的软件 还有一个绘画软件 好像叫Punter还是什么的 我就买了那个软件 在学习 结果几个月之后 我pass了 我发现美国画家 已经画得非常好了 我们再怎么追都不可能 所以我就停止了 这个用计算机绘画 那么几年前开始了解这个 这个AI AI AI绘画 对 那么发现 AI绘画 它的生成图像的速度 快捷 然后它把一些元素 能够做一些任意的组合 生成新的图像 我跟一个NA的公司 我画了一些素材 他们也做了实验 我对这个也特别的感兴趣 因为当时我想它可能就是未来的一个 将来能取代绘画 当时是那样想的 但现在我不这样认为了 因为现在我认为它用技术生成的绘画 它的好处就是便捷快速 创作的效率高 但是 个体生命 就作为一个人类的 这个个体生命的这种 全息的这种表达 用这个计算机是不可能的 所以它不能取代 它可能 它是一个新的领域 它可以普及 它可以让大众都接受它 但是它不能取代 这个真正的传统绘画的这一部分 就是一个生命的全息信息 通过绘画 要达出来 因为它不是那个割裂的一些组件 就是我们的艺术家在创作中 他不是拿那些素材 因为刚才不是我讲了我的绘画 是不是知识学养这个范畴的 超越这个范畴的 那么宇宙全息的能量 你不可能通过计算机收集素材 罗列素材去呈现了 所以不可取代 它是两个领域 所以我现在想的是 我们可以借助于L绘画 来做一些传播 就是它效果高 效率好 速度快 但是呢 真正的艺术创作这个领域呢 我们不会丢弃的 因为这也是我们认为 它是很有价值的 所以将来未来呢 我们可以看到年轻人 都会接受艾外绘画 计算机绘画 他们也可以创作得非常的好 非常的丰富 非常的美 但是这个 这块 就是我们所经历的 我们用我们的生命 经历的这块 这个绘画的这个领域啊 它也不会完全的消失 因为它还 作为一个保留的部分呢 它一定还会存在人间 至少是存在 地球人类的这个方法 所以这个平洁老师 我不知道我这个看法 和我这个想法 对不对 或者好不好 或者正确不正确 到时候让平洁老师 来做一些指导吧 对 这个 范老师 谈的这些东西呢 我应该是我同意的 我还想补充一下 刚才没有说好 因为在 几年前 北京有一个 有一个朋友 他是古琴制作 在中国现在很知名 他叫王鹏 是我多年的朋友 他修了个剧场 他让我去给他设计一下 结果我去了以后 我说设计 不需要设计 我给你剧场 势必画一张画就行 他很震惊 他说这怎么可能 我说当然可能 然后他 我说你给我准备一支毛笔 配两个助手 我就开始了 他很认同我 就我怎么说 他就怎么做了 然后我竟然用了五天时间 给他画了一个剧场 就是用一根毛笔 一根线 就把大自然的能量 给他引入到这个剧场 画了一个山谷 五天时间 绝对是奇迹 因为我们中国会发 历史上有那个 一晚上画了一个寺庙的大殿 五道子 对吧 他们 我五天画了一个剧场 两百多米 五米高 两百多米 所以也是一个奇迹 那么这种绘画 计算机不可能取代 因为每一个过程 自由生发的部分 它不是素材 因为没有一样的 没有一处是一样的 它不是靠素材的这种组合 现在我们了解的 计算机会画 就是素材的组合 你给它注入了多少的素材 它在这个氛围可以创作 所以举这个例子说 就是不可取代 对对对 因为这个计算机 它还没有一个审美标准 这都要能取定的 计算机它无法鉴别 因为我在美国 我跟那些 搞这个IAA人工生成的 这些label 实验设计我都没有过接触 计算机现在它无法 它这个 它无法鉴别 艺术品的好坏 就像你说的 计算机 它是一个素材的合成 但是还是要靠人去设定的 最终还是要靠人 就是我们说计算机 要化成一幅好画 这个背后是人在操作 你怎么叫做好 这个好坏 其实它不懂的 它还不具有 而且它没有意思 但是未来 现在美国正在做人脑的 这个芯片责肉 或者半机械人 这些东西为了慢慢发展 但是这个数据 一定会进入到 我们生活来 所以我觉得我们这个修行 肯定会随着这个科技发展 它的本意是没办法改变 只要能存在 我们修行的这些基本原理 人的这种意识 人的这种智慧 机器 肯定它不可能变成人 所以我觉得 那现在说到这个地方了 我又有了一个想法 就是比如说我们作为一个人 修行有存的人和修行没成的人 它是不同的 那么就是说真正修行到一定的高度和宇宙的源头能量 接通的人极少数 那么能不能 有没有可能将来计算机 也可以像人一样 还某一个计算机修行到了和 宇宙源头能量解决 这个是可能的 我觉得是可能的 因为将来的计算机开发呢 它完全打破了那种局限的时候 某一个计算机 比如说说一千万计算机 其中有一个计算机 它的这个信息的这种收集 还有最终进入化性的时候 和宇宙源头能量融通了 那就不得了了 那它要画画的没有人能超越它 所以现在一发奇想 对对对 这个东西现在因为计算机还是发展 我们现在还不能下定论 但是呢 从研究也好 搜索也好 做实验也好 现在计算机已经超过人了 就是哪怕科学研究 计算机它也比人类还要做得好了 这个方面对于我们来说 就是我们如何跟计算机相结合 就是我们可以用计算机 然后呢 把我们的要做的事情再做好 很多就是说 特别是搜索方面的东西 资料方面的东西 研究方面的 过程方面的 这都可以由计算机来代替人类了 对的 太好了 但是人类在高维度上面 人类如何去摆摩 好好好 计算机的话还没有发展到就是生物计算机 下一步的话这个计算机啊 它也会是生物计算机的 那那个时候啊 可能真的会超越我们人了 对啊 应该是这样 那个我们我们我们那个 我们那个沾望一下 沾望一下前景 应该是这样的 所以说我们一件是开放的态度 不拒绝不抵抗 我们还要融入计算机技术 让计算机技术啊 给我们增加能量 我们可以更好的创作 创造一些艺术作品 对 我觉得今天我们谈的都非常好 因为这个问题还在继续中 我们以后还可以继续谈下去 好 时间已经到了 时间已经到了 那谢谢范老师 今天能跟我们一起分享 一个经验 谢谢老师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你们耐心清讲 清我讲 谢谢大家 下面我们也没有别的事情 我们这里的人有人呢 想要提问 也因为我们主要的都是一些修炼的人 就想有提问 可以吗 冯老师 可以啊 可以啊 你吗 你想问什么 反正就是一路上 哎呀 好多好多想想讲的地方 然后很多很多共鸣 然后中间还哭了一小会儿 就是这种 就是您说的这个和源头连接以后 然后人做的这些事 都是一个动态的平衡 是一个不会发生错误的 我是最近也发现了这么一个 就是说我和应兴 我们经常交流这个事情 就是这个在战装当中 你去做这个出现的这些自发功 其实它都是从源头来的 然后你最后打的太极拳 或者出现了禅武 或者是出现了各种各样子的动作 就是非常灵动的 它是我才发现各种各样的这种所谓的有违法 都是和这个源头接上了以后 出来的一种现象 其实就像您说的 就是不是像毛笔字的笔墨勾画呀 或者这些都是非常浅层的 所以我当时简直 它也不是浅层 它也是说不管是站桩 打坐 还有千千万万种法门 它都是方法 对 都是术和道的区别 就是我们通过某种方法 适合自己的方法 然后接通源头能量 这才是目标 才是目的 那么接通源头能量以后 有一个明显的效果就是 首先我们百毒不清 就是外来的邪气 病气 施气 它不能侵害我们 然后呢 我们可以助言 就是不睡老了 在进而 还可以逆生长 就是中国传统话讲的是 繁老繁童 现在不是讲逆生长 这个都是可以做到的 所以那个 有缘 接触到无为大法的人 才有可能达成 助言 就你可以保持一种年轻 你可能过了四十年 你还是那样的 这种人是有的 虽然不多 是真的是有的 60岁反倒 我现在就是 除了书画 琴呀 什么太极拳呀 这些教学之外呢 我最想要教的就是 无为大法 让每一个人都不睡老 让每一个人意识 都是那种圆容无碍 就是每天都是高发性应的 看到什么都很欢喜 心情非常好 然后呢身体又很健康 吃什么也香 这个状态是最后 所以这才是在真正的 鼓度众生 就是帮助别人嘛 你说你去讲话 那么喜欢会话的人很少的 你学太极拳 教太极拳 想修行太极拳的 没有几个人的 所以说将来我们有机缘的话 我去到东来山上讲讲这个无为大法 让大家都能够健康起来 不要纠结在那个世间的那些方法 尤其不要纠结在世上的那些 不究竟的观念里 然后这个说那样的 那个说那样的 不要纠结在那些 那些都是不究竟 世间的说法 世间的观念都不究竟 所以前几年我写过一篇小党文 就说一切文化皆虚往 因为能够用文字表达出来 它都不是原图 它都是偏迫的 所以将来呢就是有原的话 我是没有保留的讲讲 把我自己的体验和我们了解的东西 尽可能的用文字表达 因为文字真的是表达不了 那么可以用文字来做一个引导吧 就是你说这个人 有诚心 十分的诚敬心 然后又肯下功夫 教给他一个非常好的方法 再加上语言的引导 这个人有一天他就体验到了 体验到了 体验到才知道 对 是 所以你刚才说到了那种自发功 其实就是你引发了某种高位能量 不一定是原理 因为有很多高于我们人类的生命 它都在世间存在 都在平行世界同时存在 所以有时候那个某种功 它会引发一个高位的生命的能量 但是不一定是原头能量 所以在修行的过程中 还要有能力辨别什么是原头能量 因为好多人修炼走偏就是因为被高为能量左右了 就是我们知道的那些副体啊什么 其实都是这种状态 所以这个将来 这个很深的 因为这个里面有太多的内容 需要慢慢的了解 三言两语说不清 但是现在可以明确的告诉 你刚才所提到的那个问题 就是你的自发功 其实就是一种高为生命的能量 它可以牵动你左右你带动你 这个是真的一点都不强 但是我总觉得就是是不是会被附体啊 被其他的维度的高的高层能量给 给引导到偏的地方 我觉得其实是跟我们的心态是有关的 如果我们心态里没有这些东西 那你现在这种情况 就说是你已经可以在超越自我 就是超越自身的头脑的思考的这个状态 接通了电接道的某种能量 是高于你现在的状态的 那么这种能量是什么你不知道 所以这个还需要有一种指导 您说是用文 如果遇到了这种有伤害的能量 你要杜绝 要不然就会走火 就会入魔 这个是真的一点都不假 所以没有一个很好的导师 修行的话会有问题的 其实我觉得这个问题所在 就是他的做这个事情的源头 不是完完整整的无为 就是他还是夹杂了有为的内容 所以他才会吸引到不该吸引的能量 其实所以这个某种源头上 怎么练出这个功 其实是可以把握到你最后的结果 不会走火入魔 不会出片 就是你完全一定要 你现在提到这个话题 其实已经很清楚了 就是假如说你修炼的目的 你要是有私的 就是有私心 就是我想要成为什么什么 这个很容易接触到那些 非源头能量 就是它是高位的 可是它是有伤害的 如果你的发心 修炼的发心是成为一个无私大爱 就将来你成就之后 你要帮助所有的人 对 这个你才能够链接到源头那边 对 不是为了开悟啊 不是为了成仙成佛呀 不是为了这些自私的原因 你这个才是从内心上达到最后 如果发心是为了成仙成佛 就可能会遇到鬼 对 吃妹王俩 吃妹王俩都会来找你 因为你有私心嘛 对对对 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 所以在修炼的时候 修炼的初级阶段 一定要知道 要修炼成一个没有私心的 无私大爱的这种意识 然后又十分的成静心 这两个要素非常重要 对那这个就要通过这种发大愿 来尽量的杜绝 这个一定是要有人指导 就是盲修下来不行 当然现在我说了指导 要需要阐述一下现在的现状 就是世间的现状 不管是在美国 德国还是中国 没有老师 有很多的学习 有很多的修炼的场所 导师 不是高人 导师是有一定成就的 修炼有一定成就的人 但是他不是 不是我们刚才说的 充满了无私大爱之心的那种高人 他是有目的的 有私心的 比如说他为了练才 然后办一个班 然后教大家所谓的屁股 让大家节食几天 然后收几万块钱 这种训练 这种训练你能成功 不可能成功了 你只能上到数 所以说是很多很多的这种 以私心为基础 为发心的 为发心的这种训练班 千万不要误入 期盼 哪怕是老师 慢慢来吧 因为这个了解 首先是了解 然后选择一个正确的路 选择一个正确的方向 选择一个正确的方法 才能逐渐的成就 谢谢你 谢谢你提出问题 我们现在呢 就是我们也应该让繁老休息了 然后我们真的是非常非常期待 就是能够接那个冯老到东来山庄来 然后呢我们呢 因为我在长岛纽约还有一个地方 这样的话 我们就有机会接出更多更多的人 就能够把这个园更大的更大的扩开 能够跟更多的人接园 非常的期待那个冯老能够过来 然后有可能哪一天我跟Jenny啊 我们可以去那个西洋 我现在都知道那个靠近冯老的地方 哪个地方我们可以很舒服的 就住在他隔壁 对因为这种网上的交谈啊 我们只能用语言做一些表述 但是真正的修炼要有一个场 有一个场这个场 它场在起作用就是什么作用 它是一个感应的作用 对对对 比如说比如说你见到我 你就觉得一下子开心了 其实我什么也没说 那这就是感应 所以你在那种让你开心的场 持续一段时间几个月 那你肯定就提升了 这是必然的 还有一个我发现就是我的身体 就是特别特别的敏感 比如说我要是跟哪个师傅 一起练功的时候啊 他们是怎么感觉的 我身体上就会立马的反映出来 比如说他们那个腹部那个地方 像个火球似的 我第一次跟他们练功 我的那个腹部的地方 也会像个火球似的 然后 那也是一种感应 但是真正的 真正的修炼的正道 就是在过程中 我们会感受到很多的体验 比如说看见光啊 听到声音啊 感受到热啊 感受到冷啊 这都是过程 真正成功以后啊 没有任何感觉了 就是因为你和大三是合一的 所以那个就 个人的那种感觉就没有了 是是是 对 这时候才是一个动态平衡 就是真正的成功 对 就是和他当然完全合一了 那么那么意识上没有分别心 就是比如说看到什么都喜欢 然后也没有说这个人是高人 那个人是个 是个是个俗众 没有 就是你看到谁都是一样的 对 就是道家的思想 有一句话叫和光同城 刘峰老师经常 和光同城 就是和光同城 你和光也都在一起 你和那些 在世间的那些 一般人认为是坏人 你也可以在一起 你没有分别心 你没有那种 抵触的那种意识 你想想还有什么问题 所以你生活在任何地方 你都很快乐 对 都很开心 都很平行 对 所以这是我们的目标 下来就是我如果要讲 我就教给大家怎么样 变成这种人 都很开心 每天都很开心 时刻都很开心 倒头便睡 吃什么都很香 而且身体还没有 根本就没有一个我存在 那种感觉 我还要今天告诉大家 就是这种方法 如果身体有病 就是比如说有某种疾病 不管是慢性的急症 它都会彻底消除 就这个 我所说的这个无微大法 都会消除 就是你只要是 每天都保持在这个状态 就是和一种源头 接触的这种状态 一段时间 都会保持健康 除非你陷进去 人世间的那些事故了 你陷进去几个月后 你肯定就生病了 就会有生病 因为人世间的那种不究竟 那它是一个低震动的场合 你如果在人世间做事 没有一个高度的 生命的一种意识维度 被陷进去了 就是局限了 牵制了 那肯定身体还会再生病 所以每天都要 有一段时间和源头保持一致 做一些修复 因为我们还活着 每天还在做事 还在接触人 不一定每个人都是源头的高度 所以你可能就会受到一些 影响和干扰 那通过每天的修复 就把它又修复到一个高度 修复到 您刚才提了一个问题 就是说我们要把 每天的一段时间 用在这种入定的 和宇宙源头链接的状态 但是我的问题就是说 如果我每天就是 十个小时很恶心的事 我可不可以也用这种状态 来处理这个十个小时 很恶心的事情 可以可以 那你成就了就是那样的 就是真正的成就了以后 就是你每天 不管做什么事 你都是在平衡状态 因为你没有分离 没有分别 就是那种二元的东西 在你的意识里没有了 一切都很好 你就没有二元 因为二元 它造成了对立 造成了矛盾 造成了意识上的那种抵住 才造成了伤害 你成就了 源绕无碍了 就没有任何问题 你做啥都可以的 你抢银行都可以 你都是非常开心的 高兴去抢银行的 绝对不会认为这是换银行的 很多时候的话 其实呢 语言只能表输到这里 包括画画 最后你自由自在的表达 此时此刻和彼时彼刻是不一样的 所以这时候的绘画就是一个自由王国 你可以先变王化 没有一样的 因为你不是靠那个经验 也不是靠素材 也不是靠知识的积累 它是和当下 它是当下的呈现 当下的全息成果 这种状态才是我说的成就 成就之后 你不要说一天十个小时 你一天24小时都是这种状态 我老啊 我还是有一点 我觉得我有些东西还是不能够放下 比如说家庭成员 然后呢 我跟他们在一起的时候 我可以很明显的就知道那个频率 就是 然后呢 我的身体又特别的敏感 然后我就会被那个频率感染 然后 但是其实我自己也是知道的 那你定力不够 定力不够 我跟你讲 就是 讲一讲可能你就会了解 就是说 现在地球上 我们不说星际间 不说宇宙间 地球上的表面生存的人 统计的是八十亿 对吧 没有一个人一样 我们为什么要去要求别人 必须不是这样 而是应该是那样 所以 所以所有想改变别人的人 都是 都不是智者 他肯定都是有问题的 是 所以千万不要想着去改变别人 对对 因为改变不了 因为大自然的源头生出了地球上有八十亿人 统计的八十亿人 每个人都不一样 是 源头的力量难道不比你大 源头的无私 大爱之心难道不比你的私心大 所以 我们还得了解 我们就是源头生出来 所以我们才 才独立的和任何人都不一样 我们爱自己 让自己随心所欲的生活 我们也不要求别人应该怎么样 别人按照他的意志 随心所欲的去发展去体验 体验这个生命 算是正常的 这才是无私的状态 所以你的家人或者你的朋友 他们是什么样就什么样 你就让他们成为他那样 这样就好 我在意识和行为上 我都没有问题 我不会去要求 然后他们是怎么样 他们就怎么样 但我的身体 好像是特别的有意思 我就会自然而然的 就是跟他们同名共振 然后呢 其实我也知道 比如说我在那个时候 我也知道 哎呀 我这个地方怎么 这个胸前这个地方 怎么堵起来了 然后我就立马就是 我就知道有这么回事发生 我知道你说的了 看 就说是有两种方法 第一种 就是你没有任何抵抗的 和他们共振 这就是同乘 何光同乘 还有一种方法是 你远离他们 就你不要跟他在一起就行 你不要和他的 你不要和他的频率 复在一起嘛 你保持你的频率 你独处或者你和你的同频的人去相处 我现在好多了 我现在基本上就是可以不受影响了 但是呢就是有时候 比如说有的家庭成员只是偶尔的见一次 我还是会感觉到他们的频率 就是 但是我觉得你现在主要是要 运用一个佛学的一个理念 我学有一个词叫随喜 随喜 随缘的随喜乐的喜 就你看到别人是那样的 你也那样 就是就不要评判 比如说他做这个事 你觉得不应该 这就评判了 也不应该是你的评判 他不管做啥 你跟他一起欢喜 他现在玩 你把玩的可开心 你也跟他一起开心 这就叫随喜 你如果能做到随喜 没有任何问题 对对对 不是我的事是这样的 是我的身体啊 他不知不觉的 就是跟他感受一样 比如说他感受低沉 我也有这个低沉的感觉 虽然他不是我的感觉 我知道他不是我的真实感觉 那你还是有分别 因为你把你和他分别成两个部分了 因为你现在说的不是你的感觉 那他的感觉还没有成为你的感觉 你真正的随喜 他的感觉就是你的感觉 他是同城状态 和光同城 他如果是光 他高于你 你也跟他一起 你也是 这是和光 如果他低于你 你是同城 对吧 他是没有自我的意识的道理 但是是这样的 我回到我的房间了 我还能够感觉 他那个低沉的感觉 所以把自我方法 因为你这段时间 就这几分钟 你说了很多我 要超越自我 超越自我 变成一种无私的状态 你看我刚才提到 我那个艺术的那个理念 就是误我先忘 他把我忘掉了 因为我是受限制的 就所有的我自我 都是受局限的 他都是宇宙能量的 其中小小一部分 所以一定要超越自我 对 你诚实着 不局限在那个 诚实着超越自我 最后你就变得越来越开心 对 其实超越自我 就是打开心扉 你没打开心扉 就是你自我的这个心的局限 就是自我 你这个心扉打开以后 接受了你不了解的 不知道的 非自我的 那你就提升了 离开了那个源头 离开了那个源头 去分别了 对 范老那就有另外一项 只要思考就离开源头了 对 因为一切文化继续 你只要思考就离开源头 你只有不思考 安安静静的 什么都不想 才能够和源头连接 可以 那范老 另外一个问题来了 如果我这样子的臣服接受 没有我 那但是对方 这是一个纵恶呀 就是对方可能就是 德高一尺 德高一尺 德高一丈 不是 现在我们说的是两个概念和两个领域 我现在说的是 我们个体生命意识的提升 要超越自我 但是你要见为在人世间处理事 你还得要在自我的角度 才能思考一些问题 处理一些问题 这个叫降维操作 你的维度 意识维度降了下来 到人间来活人 是两回事 是两个领域 但是修炼一定要修炼到没有自我 你知道每一个自我都是一个 这个这样讲吧 所谓的合一就是你知道大我是一 大我生出了千千万万个自我 八十亿自我 我们只说人 不说动物 不说那个千千万万种动物 就光是人类的八十亿元 有八十个自我 但是他们整体是一 它都是源头的本我 大我 这个大我是没有私心的 它认可所有的个人 就是大我因为没有私心 它就认可了八十亿的自我 更多的自我 那么它没问题 因为它就知道对方就是我 就是大我 我也是大我 这是理解 那么现在我们用语言表述出来了 那么先理解它 然后修到它 就你知道原来自我根本就不存在 它是一个假象 修炼到一定程度都会了解 都会真正体验到 真正知道 理论上知道不行的 因为好多人洋洋洒洒 口耳玄和可以讲很多很多的 但他不知道 所以他一身毛病 然后和人打交道 很困难为啥 有那么多的障碍 心里不痛快纠结 所以说是意识的这种 圆容和最后身体的通畅 是我们修炼的目标 将来那个主要就讲这些 秦权书画作为一种载体 我们也要讲 因为好多人 他还在从事这个领域的这种工作 他还要生活 我觉得今天很好 因为今天我们 既接触到了水墨画 接触到了这个艺术创作 还接触到了人生修炼的一些 比较高端的一些 一些观点 感谢东莱山庄 给这样的一个机会 和大家分享我的心得 感谢那个品杰老师 提出那么好的问题 才能引发我的话题 谢谢品杰老师 品杰老师是小高人 因为他提的问题 一下就让我们讲到这个领域了 那是 他是这个业界的顶级人物 希望我们能够在美国见面 能够一起玩 什么时候回美 五月份吗 对 好 希望我们很快再织 把我们这个话题再织下去 今天谈的都非常好 对 大家都 谢谢 如果去美国的话 陈杰老师 我们就可以彻夜长谈 对 对 太棒了 太棒了 好 好的 OK 谢谢 谢谢大家 再见 再见 好 好 谢谢 谢谢王总 那我们就下线了 谢谢 谢谢 谢谢品杰老师 谢谢 谢谢林老师 好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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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